大家晚上好,我是本讲座的主讲人Lio老师 我有6年的VCE课外辅导经验,对VCE考试非常了解 我带过300多位学生,与很多学生和家长都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也非常高兴能在微信群这个平台结识各位家长和学生朋友们 和各位分享VCE相关的知识 在上周四晚,VCE微讲座第一讲结束之后 我们收到了很多家长的反馈 在此先谢谢大家的热情参与 现在我们开始VCE线上微讲座的第二讲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今天的讲座分为以下四个部分进行 首先我们进行VCE各个科目的介绍 第二,我们会详细介绍中国学生选择的热门科目 以及加减分的计算 第三,我们专门讲解一下第二语言的问题 在什么情况下选中文第二语言 什么情况下选英文第二语言 最后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实用的和我们VCE相关的APP 首先是一出来的科目 一出来当中跟我们选科相关的就是可视化设计这一门 报考设计类的相关专业时 这一门多数是要选择的 当然也可以选择Studio Arts 因为它要求学生完成一个作品集 供面试时使用 其他的科目就要看每个学生的特长了 如果学生有某方面的特长 可以选择对应的科目进行考试 比如钢琴演奏等等 第二个是商业类科目 商业类中 中国学生选的较多的是会计 商业管理和经济学 其中会计是被中国学生选的最多的科目 这也是一个加封的科目 而经济学这一门相对来说比较难 尤其它涉及到宏观经济学 对学生的理解力和英文水平要求都比较高 不建议轻易选择 接下来是最重要的一个类别 英语类科目 它是我们的必选科目 其中包括英语和英语第二语言 这两门也是我们中国学生选的最多的两门科 稍后我会做详细介绍 健康类科目 中国学生不太会选择 如果有家长有感兴趣 可以私信跟我交流 人文类科目 包括了澳大利亚的政治 地理 历史等等 也是很少被中国学生选择的 这里我们就不花时间多做介绍 语言类是整个VCE当中科目最多的一个类别 它涉及到各种语言 包括阿拉伯语 中文 法语 德语等等 其中 中国学生选的最多的还是 中文第一语言 中文第二语言 中文第二语言高级 曾经有家长问过我 是不是孩子可以选择法语 或者日语第二语言 其实法语是不分第二语言的 也就是说 如果您的孩子选择了法语的话 他就要和法国裔的后裔小孩 一起来竞争考试 明觉得您的孩子和他们比的话 有没有竞争优势呢 而日语第二语言 其实是可以考虑一下的 因为日语的文字跟汉字比较相似 中国学生考日语 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下面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科目 数学类 中国学生常选的是低等数学 中等数学和高等数学 这三分作为高考科目 其中 图片中特别标出的中等数学和高等数学 也是加分最多的科目之一 而关于低等数学 家长们通常有一个误区 认为低等数学比较简单 但实际上 低等数学更适合英文公比比较好的学生 因为它基本上都是一些文字体 等于大量篇幅的英文阅读 所以尽管低数的公式很简单 但是需要大量阅读和英文理解 对于那些英文公比并不好的中国学生来说 是比较吃亏的 所以对来澳洲时间不长的学生 我们是不建议选择低等数学的 下面我们看科学类科目 中国学生选择最多的是生物 化学和物理 其中生物和化学是生物医学等专业的必选科目 而物理是工程类专业的必选科目 技术类科目包括信息学 软件开发 系统工程等等 中国学生选的也是比较少的 下面给大家看一下 中国学生热门科目加分一栏表 这张表上颜色由深到浅 分别表示加分由多到少 来教大家如何看这张表 先看第一横行灰色部分 是加分前的分数Row score 第一竖行对应的是加分后的分数Scaled score 也就是调整过后的成绩 比如英语第一语言和英语第二语言 加分前是20分 调整完之后只有17分 所以它是减分的 往后看 直到40分的时候 英语第一语言还是减分的 英语第二语言加了一分 我们再来看一下 有几个科目非常重要 因为它们加分加到报表 比如第五横行的中文第二语言高级 如果考到满分50分 调整过后的成绩就是53分 如果考到40分 经过之后调整 就可以加到47分 再比如 我们之前强调的中等数学和高等数学 它们都加分加到报表 考到50分 中等数学加到51 高等数学加到55 考到40分的时候 中等数学加到45 而高等数学加了11分 达到了51分 所以高等数学是非常重要和有优势的科目 大家可以看看这张表 颜色列表加分 颜色越深代表加分力度越大 于C考试的成绩分为两部分 平时成绩和大考分数 两部分是加权平均的 上面这张表介绍的是文科的成绩 您可以看到它的平时成绩的比重是比较大的 一般都是50%甚至超过了50% 而最后的大考是低于或等于50%的 我们以英语第二语言为 平时成绩的两个SEC是50% 最后大考占到了50% 英语第一语言的比重和第二语言是一样的 所以对于文科来说 我们希望同学在学校时能够处理好和老师之间的关系 因为学校老师对平时成绩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希望同学们能给老师留下一个好印象 对老师有什么想法抱怨 不要意气用事 尽量和老师相处愉快 保持良好的师生关系 这样老师在给你SEC打分的时候 能有一个比较好的成绩 下面来看一下表格是理科的分数 相对于文科 理科的平成绩占比会少一些 大概在30%到40%之间 最后的大考占60%以上 占的比重比较大 所以同学们在理科最后的大考 必须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平时成绩如果没有很好 最后大考也可以有力挽狂澜的机会 孩子到底应该选择英文 还是英语第二语言进行考试呢 这一直是困扰很多家长的常见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官方的要求 到底什么样的学生可以选择英语第二语言EAL 第一个条件 他们在澳大利亚 新西兰或者其他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 居住的时间不超过七年 七年的时间是在学生的整个生命中累计计算的 在澳大利亚度过的时间是从上一次到达之日起 加上之前在澳大利亚或者任何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 所花费的时间 在学校休假期间 在澳大利亚度过的时间应该是包括在七年的累计当中 因为在这段时间内教育不会受到干扰 第二个条件 在学习期间 英语一直是学生的主要教学语言 总共不超过七年 为什么会有这个条件呢 因为有些学生在中国是读国际学校的 比如他在中国的国际学校读了三年 来澳洲又读了五年 那么他就不止接受了五年的英语教学 而是八年 这样家长就可以算一下 到底孩子符不符合英语第二语言的这个要求了 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中文类科目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该选第一语言还是第二语言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张表 在这张表中 我们首先把四个中文科目 中国语言 中文第二语言 中文第二语言高级 中文第一语言 从上到下 从简单到最难排序 首先我们看一下中国语言文化和社会科学这门学科 选择这门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 在一所以中文为教学媒介的学校 接受了不满六个月的教育 第二个条件是 在VCAA提名的国家或者地区居住 包括中国、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 不满24个月 也就是两年的时间 各位大家看一下 你的孩子有没有很幸运地能满足这个条件 如果是的话 那恭喜你就可以选择最简单的中文科目了 我们看难度一般的中文第二语言科目 选择这一科条件是 也有两个 在一所以汉语为教学语言的学校里 接受了不满十二个月的教育 就是不满一年的教育 同时在这些国家或者地区居住不满三十六个月的时间 也就是三年的时间 接下来看一下中文第二语言高级 如果能在一所以中文教学语言的学校接受教育 时间不超过七年 并且以中文教学语言的学校达到最高教育水平 没有达到维多利亚七年级的水平 就可以选择中文第二语言高级这一年了 家长的朋友们也许会问 为什么这两个条件这么相似 还会有第二个条件呢 因为有些学生还会跳级 比如说五年级跳了七年级 也是不能选择中文第二语言高级的 如果以上三个条件你都不能满足的话 就只能选择最难的中文第一语言这一科了 最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有用的APP 它是用来计算的ETA score 也可以使用它来为每个单科设定目标分数 下载并安装后 逐一输入您所需要的VCE科目和成绩 它就自动帮你计算ETA成绩了 第一讲中我们说到的前四门 哪两门是10% 有没有第七门考试 这些都无关紧妙了 这个APP会自动帮您计算 这样学生就可以根据 每个单科程及设定的目标而努力了 最后感谢大家的热情和耐心 感谢主持人Kennis精心准备的流程 和问卷调查的汇总和反馈 针对今天的讲座内容 大家还有什么疑问的话 可以在接下来的时间提问 我会尽可能一一地进行解答 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大家也可以加我微信 我会尽量给大家解答 谢谢 最后给群里各位家长和学生拜个早年 祝各位新春愉快 和家幸福 来年群里再相会